刚才有人问说年轻人在职场上 被POA的时候 常见的都是什么话 然后其实那个弹幕过去好半天了 我一直没想起来 一直在这磕瓜子 我突然想起来了 有一种说法非常拙劣的是这样的 你年纪轻轻到一个机构里去表现很优秀 然后呢 你发现很多比你平庸的多的 仅仅是因为多熬了两年 就比你多拿好多钱 所以你去找老板谈 说能不能给加点 我听过最恶心的是那个 你这么年轻招啥急啊 这算是 听过吧 赚钱为啥不能着急 他如果真的不动声色的表演出这么恶心的台词 就必须走 百分之百走 你那么年轻招啥急啊 纯臭不要脸 年轻跟你有啥关系 我年轻你让我做这么大公信 真的 对不对 就是纯属臭流氓 来吧 来吧 上欢酒 这类的很多 大家想起来自己经历过的刷个弹幕上来 对 有意思了 在机构里领导老板就以这种方式POA你的 各种POA 而且他一部很惊讶的样子 就好像你提了一个特别荒唐的要求 特别反常识的事 对 哎呀叔叔我要说你两句了 特别恶意 有个人说了他说 一个那句话叫 年轻人要学会吃亏 吃亏就占便宜 对这也很常见嘛 这老话了嘛 哎呀 吃亏就占便宜有时候是成立的 但是给你发工资的人说这话 这个人肯定是恶心的 就肯定是不能呆了 不能呆了 尤其我想起那个表情 略显吃惊 对 他心理上要压你 就让你觉得 哎 你要不自信就觉得 哎呀我是不是提了一个特别过分的要求 略微显吃惊 说哎你这么年轻招啥急 哎就这个 我这负责地告诉你们 岁数大了也不想花钱了 真就是年轻的时候 做正点还重要 对 但是呢 但是就是说 你也要匹配嘛对不对 你没有做得很优秀去聊也没啥意思 对 聊完了以后 如果听到这个真的就不能呆了 这公司不能呆了 你看有很多人勾起了很多年轻时的回忆可能 好吧 如果你们身边 好意关心你的就算了 就不是关心的 就正常劝的 因为你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不要让人劝你忍一忍的 这种人都不能交 直接绝交就完了 都是人渣 对 就是我们人类呢 只有自己受的委屈 自己可以劝自己忍了 别人受的委屈 你觉得 你建议他应该忍的 这都 都是人渣 对 当然有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他如果对抗可能带来风险 我从好意关心他说 这是另一回事 只要没有这个 觉得别人受的委屈 应该受 这种都是人渣 都是人渣 嗯